各位朋友,世界各地的粉丝发来了贺电 国师威武,国师牛逼 怎么样,朋友们,我劝普京访华带点诚意吧 一个远东比什么都管用 虽然普京这次没有把整个远东带来 但是呢,各位,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中国的东北从此有了出海口 哦,国师,果然啊 普京是派人潜伏到本油管第一野生国师这里的 听劝,听劝,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啊 我先给大伙儿这个回顾一下 普京在中国达成了一些什么协议 最重要的是什么,各位啊 普京到中国很自在 姿态很轻松,很自在 老朋友了,俩人见了四十多次了 你说一个人见了四十多次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亲密程度啊 对吧 你瞧这红毯铺的 你跟美国那个比一比 美国那个连个红色都没看到 哦,对对,有个红线 有个红线啊 这恨不得每一步都是红毯 哦,对,有我 так大的 今天的 中俄关系来之不易 值得双方倍加珍惜和呵护 中方愿始终同俄方 做彼此信赖的好邻居 好朋友 好伙伴 不断巩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共同实现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继续维护 世界公平正义 这些练习维护 我們有非常接觸不選擇這項目的事 我們有確實相關於公立的組合 我們有積慮的 ready之間 的共識雙 Bruks 的五個公公的基地上 还有八個公公公的組合 很高的礦物 創造了一個非常高的目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讲了太长时间 我以为说的就是跟自己家里讲话 没给你留出翻译的时间 普京这老头还挺和善的 普京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了花圈 李树做的那是非常之周到的 我准备了 啊 啊 中文关系稳定发展 不仅符合缅和缅和缅和人民的缅和地义 也有利于第七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中方院始终从国方做彼此信赖的好邻居 好朋友好伙伴 不断鼓舞两国人民世代有点 共同实现各自国家发展的真心 所有人都在共同实现 共同实现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не являются конъюнктурными и не направлены против кого бы то ни было наш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мировых делах сегодня выступает одним из главных 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щих факторов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и вопреки некоторым действиям которые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а сдерживание наш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екоторыми действиями со стороны третьих сторон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увеличивается, увеличится хорошими темпами сформики уверен, что все запланированн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будут выполнены 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当今事件 冷战思维 英魂不散 单边独霸 阵营 противополи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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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普京这次可以说是满朝出动 包括那个刚刚被解职的国防部长邵一谷都带着了 包括普京呢 所有的这些部门的班子 比如说俄罗斯的中央央行的行长也一块带去了这个中国 双方这个举行完正式会谈之后呢 晚上一块欣赏了这个专场音乐会 去年我和普京总统商定 2024至2025年举办中俄文化年 今天双方正式启动这一文化声势 相信这将为中俄友好的世代传承 为两国人民的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 音乐会结束之后 双方静欢而散 因为说你快说 那普京这次带来了什么呀 普京带来了一揽子的协议啊 这个根据官方的这个文稿啊 太长一万多字啊 是吧 我就给大伙说最主要的 就是中俄双方呢 进一步的深化经济的融合 双方的互相在境内开设银行 来避过美国的这所谓的制裁 是吧 美国这是给自己挖坑 你说美元 你不让世界上的这个第二大经济体 和这个俄罗斯这边用啊 最最重要的一个能源输出国用 那美元 那罢权地位 那不就是自己把自己给 那个弄死了吗 是不是啊 所以说美国这边 这个疏为不至 结果呢 中俄双方互相开设银行了 所以这个贸易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结算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是吧 这是一个啊 还有一个啊 各位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呀 我告诉大家 最重要的就是 没有在台面上说的这些东西 就是双方两个人在散步的时候 私下里谈的这些东西 那位说 俩老大谈什么了 这个声明里边没有没有这个明说的 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就是中俄双方将会同 北朝鲜啊 会同朝鲜解决中国在屠门江的出海口问题 大伙听明白了吗 什么意思呀 而且双方签署了黑瞎子岛的共同的开发协议 黑瞎子岛就是整个的意思拿出来 随便用了 下一步就是什么呀 下一步就是解决了 屠门江的航道问题 因为有一部分是属于朝鲜的 当然这句话只是提一提 朝鲜能不同意吗 俩老大说话了 那朝鲜赶快把屠门江就拿出来了 随便用 完了屠门江出海海参崴 海参崴以后双方会采用共同开发 类似于柬埔寨的交漂港方式 就是俄罗斯这边 首先把海参崴拿出99年来供中国使用 那中国的东北从此有着出海口 那位说那干嘛不像国师女指点的一样啊 那直接就把海参崴还给中国 把远东还给中国不就完了吗 别急啊 两国之间那要 这是个饭要一口一口吃 对吧啊 一点一点的来 现在呢 只是第一步 普京呢 这个态度还是要给他点赞呢 是吧啊 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有点这个政治家的胸襟吧 那下一步 那怎么办呀 那下一步如果是普京那边觉得支持这么个支持的力度还是少啊 啊 那还是不足以对抗北约呀 那就把远东拿出来吧 啊 是不是啊 普京至少做了一个好的开端的一个态度 对吧 啊 好吧 那么美国一看啊 美国比较酸啊 可以说是促意冲天吧 说这个习近平给普京的支援有限啊 你在那个联合声明里 确实支援有限 没有什么质的改变 但是呢 普京已经做出了一个态度 告诉中国 哎 远东啊 咱们可以谈啊 下一步都可以谈 东北的出海口都给了 远东下一步可以谈 是吧 是所以说 这个表面上看支援有限 所以美国这边也比较酸啊 采访了一些中国的民众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质疑的 大部分 绝大部分都是支持的 俄罗斯是中国的好朋友嘛 然后普京总统和我们的习总书记 也是很好的朋友 我觉得两个国家 在现在这个世界 可以进行更亲密 更友好的合作 对吧 合作共赢的关系 然后让两国的人民 可以生活的更好 主要是我对于他访华 我这次不太了解 但是我们自己 平时私下里聊的 就觉得中国外交关系 现在不好 就跟俄罗斯走得很近 然后呢 也不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 就因为觉得跟那个乌克兰战争 你是到底是站在哪一边吗 还是希望 这个俄罗斯跟中国 能够更好的合作 普京来肯定是有 有需求 咱们还是希望 能和俄罗斯关系 保持合作 咱们也需要他 他其实也需要咱们 咱们支持 您觉得是更多的是 什么方面的合作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就是 一个是金融方面的 一个是资源方面的 咱们肯定也 好不容易找到 那么一个女巫贼 是吧 好吧 这个 醋意冲天了 白宫啊 白宫是这么说的 让我说 our partners at NATO, our partners in the EU. Fueling Russia'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a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not only threatens Ukrainian security, it threatens European security. And Beijing can't achieve better relations with Europe while also continuing to support something like this. I will also say that in just coming down I saw something as it relates to what looked like a joint statement or some language coming out of this meeting that talked about, as you mentioned, concerns about de-escalation, sorry, concerns about escalation, wanting some kind of peace process or political solution to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From our point of view, the solution is simple.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an just leave Ukraine. It can leave the territories that it's in in Ukraine. It can leave Crimea, and we'll have our peaceful solution. But time and time and time again, President Putin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as indicated that they are not interested in doing that. Just back on the Putin-Chin meeting, the secretary went to China recently and expressed concerns over its growing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And yet this meeting is happening now, and they pledged a new era of partnership. Are you concerned that the trip was an unsuccessful attempt to stem this relationship? And is there anything more you can do to put the brakes on it? So absolutely not. The trip was not unsuccessful. You have to remember that our engagement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multifaceted. And one of the key components of the secretary's visit was to build on some of the key deliverables that came out of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Xi's Woodside Summit. We're talking about enhancing cooperation on fentanyl, additional military-to-military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in other areas. And we think, not we think, we know that focusing on those issues continues to allow us to manage this relationship responsibly, manage competition responsibly, which is what the world expects of international powers. That being said, thoroughly, we also believe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essential reconstitution of Russia'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is deeply problematic. And we will monitor this space closely and take appropriate actions independently through other multilateral fora should we need. And we continue to say directly, and we have, the Secretary has been direct on this with his counterparts, that the PRC cannot have it both ways. Part two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are equal, as well as Russian leaders are right now, who will it be a gitu from North Korea's defense presence? is a platform to apply China to come in as a strong-stomper and systemic-stomperial accountable as China. If you can subscribe to the channel to be on a strong-stop, but next week we will be talking about our listeners The Press is what the uprising is now coming up to us. What is a large part of the research that we may be on in the world.